《花仙谷》二即将开拍,女主赵丽颖留任,男主霍建华被她取代,2015年由霍建华,赵丽颖主演的电视剧《花仙谷》在湖南卫视热播,一举打破了中国内地周波剧收视记录,赵丽颖也凭借此剧斩获不断,一跃成为影视剧一线小花旦,此后近两年许多赵丽颖的粉丝不断在网络上,呼吁拍摄《花仙谷》续集, 近日人剧组导演林玉芬向外界透露《花仙谷》续集正在筹备中,预计年后即将开拍,消息一出引无数赵丽颖粉丝为观,据媒体透露,续集继续延续了之前的故事情节,另外女主角的人选还是人气呼声最高的赵丽颖,相信赵丽颖也是最合适的博二人选了,这也决定了续集的收视率, 但是在白紫画饰演者人选上,剧组不再锁定了高冷气质的霍建华,而而选择柔性,阳光的赵又婷,据说剧组对赵又婷在三生三世时里桃花的太子叶华的表现非常满意,认为赵又婷对古装玄幻人物把握非常到位, 很多网友认为,原剧组对数月之前的霍建华和林心如事件,火爆娱乐圈仍心有余悸,害怕影响将来的收视率, 而对于赵又婷出演却没有太大的意义,相反还很期待赵又婷在剧中能再尽情发挥,制造亮点, 此外花仙谷中还有一个沙千莫的角色也是非常引人关注的,之前马可饰演的沙千莫长发飘飘,很适妖,扰霸气, 但是这次剧组却有意让当红小生陆寒来担当,想借助陆寒今年的热气拔高收视率, 很多粉丝在贴吧留言认为,虽然陆寒的颜值和人气都很高,但是在演技方面还略显青色,恐怕不能把沙千莫的很劲释放出来, 到时候搞不好拉低续集整体质量,不管怎么样,续集的正式上马,对于赢宝的粉丝来说,是一件很振奋人心的消息, 而白子化和沙千莫两个角色的争议,还是有待剧组仔细损视难捏吧,你支持哪位男星呢?